草踏房市超清明 年轻人600万买两房很轻松 买房挑选地点很重要 最近有桃园民众想置惨 在网络上询问 桃园哪还有便宜屋 网友纷纷推荐草踏 该名网友在桃园凭证租屋 目前工作月薪4.9万元 年薪14-15个月 最近萌生购物念头 存款仅200万元 暂时锁定龙坛或观音附近 天文引来不少留言 有人建议可以到草踏地区寻找 考量价格 最后也是选择草踏 类似官邸也获得其他网友支持 认为草踏会是选项之一 一次区来讲 桃园市区来讲 算是在都市计划里面 房价算是水平 在地方中表示 草踏房价跟涨大盘其实涨过一波 年涨月一成普遍来到二字头 如以该网友薪资条件 加上贷款七成试算 大约能负担总价600至900万元的房子 什么样的总价带就是可能去化最好 就是说卖得最好的 由于近年房市复苏带动买器 连带推升区域行情 草踏地区的购物主力 以在地客跟在购物业区的就业人口为主 那社会淘科跟航空城的建设议题 所以有地缘性的这样子的人口移居的效益 那么区域买房的需求也增加 目前透天总价最多是到千万元 相较去年大约最涨一成 但也因房价积齐低 还是吸引不少外来客制产 买盘占比将近七成 那么新岸的这个大楼单价会在二字头 相较于台北社来讲 当然还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那也提供托北者更多的选择 但是也要提醒这种区域夹带建设话题呢 要留意这个建设是否能够实现 例如看好这个捷运轻轨的买家呢 建议在圈运捷运路线 并且已经开始动工之后呢 再评估是否要进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